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中国好声音 五强学员海报发布 五科越战C位 与去年相比有进步 随着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临近 相关的宣传工作题上日程 中国好声音在发布总决赛宣传海报后 又发布了五强学员海报 以及总决赛导师宣传海报 看到五强学员海报 印象最深的是五科越 因为他站在C位 非常突出 在五科越的左边是王静雯 陈文飞 右边是姚小棠 贺三 一看到这个站位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八进五十五强学员的排名 五科越排名第一 所以站C位 合情合理 王静雯第二 所以挨着五科越 并且靠左边 毕竟大家习惯从左向右一次排序 姚小棠第三 也是挨着五科越 只不过在右边 这样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姚小棠的排名比王静雯低 陈文飞排名第四 在最左边 贺三排名第五 在最右边 这样的站位 可以很直观地反映 五位学员在八进五的排名 没有什么争议 否则五强学员海报一出 C位又不是八进五排名第一的学员 而是其他学员 容易引起误会 毕竟得不配位的情况下 会给人一种感觉 他明明不是八进五的第一 为什么还能占C位 难道是预定的冠军 这种情况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去年五强学员海报发布后 就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而原因也很简单 当时的C位是七进五排名第四的宋雨宁 宋雨宁的左边是潘宏 斑马森林 而潘宏在七进五排名第一 斑马森林排名第二 右边是丹一纯 曹阳 丹一纯在七进五排名第三 曹阳排名第五 这样的站位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第一眼看上去就会有疑惑 为什么是宋雨宁站C位 从而导致很多猜想 直到无意中看到导师的作词 才恍然大悟 当时导师的作词是李荣浩 李宇春 李健 谢霆锋 而李健站对有两位学员进入五强 于是才有了当时五强学员的站位 当从当时的反应来看 五强学员按照导师作词排序很难被发现 也容易引起误会 因此 去年的五强学员海报并不算好 或许是中国好声音吸取教训 今年五强学员海报开始按照八进五排名来站位 这样的站位 很多观众一看就能想到五强排名 也就没有什么争议 因此 今年的五强海报与去年相比有进步 实际上 中国好声音宣传海报的进步还不止这一点 去年几乎看不到四位导师从左到右依次排序的海报 官宣海报都不是四位导师合影 而是每个导师一张官宣海报 到了总决赛的宣传海报 也是上下结构 上面是谢霆锋 李健 下面是李宇春 李荣浩 这样的海报不会有C位 只有很在乎C位的情况下 才会如此 到了今年 中国好声音有四位导师 以及四位导师注教 本来人一多 应该更在乎谁是C位 可结果今年中国好声音的宣传海报很多都是大合影 C位非常明显 比如 官宣导师海报是一张大合影 汪峰 纳英的C位特别明显 总决赛导师宣传海报还是一张大合影 汪峰 廖昌永的C位也非常明显 而两张海报中导师注教都是陪衬 这说明四位导师也好 四位导师注教也好并不在乎站位 根据导师的做词排列就好 这也是一种进步 当然 宣传海报如何 并不太重要 重要的还是学员的实力 导师的教导能力 希望五强学员可以在总决赛稳定发挥 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带给观众一场精彩的比赛 为今年中国好声音画上圆满的句话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